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下篇 地府听神 16.阎王告知许愿吃素放生的重大意义 以及发愿行愿的重要性 问2018年11月20日 弟子被金光带进地府见阎王 阎王爷在看着一卷闪闪发光的卷轴 弟子微微合掌行礼就立在一旁等候 阎王看完卷轴后 对弟子说 这是天庭传下来的圣旨 让我把一些地府的事公告于事 因为地府规矩极言 如果不是接到圣旨 是不能让阳士众生知道地府是误的 本王先说一说 你们再是佛弟子许愿终身吃素一事 为愿吃素在天地属于大妄语 地府是记录为大恶 因为佛前许愿又没有如实完愿 你们心灵法门护法菩萨 对这个事情很重视 其实 只要一个临命中的恶人 许愿吃素放生 地府会把这个当成大善行 天上帝下会把这个阳人当成善人 能消除他许多恶果 但不是所有恶果都能消除 还要看这个阳人严命过后 是否有如实的去行 他所发下的大愿 以及是否真的断恶修善 你们心灵法门的众多护法菩萨 也会观察你们佛子 是否如实行愿 我们地府会根据在世阳人 戴佛前的发愿善行 一笔一笔的把阳人在世 所作之恶慢慢勾销 最重要的还是 看你们在世阳人 有无悔改向善之心 所以佛前发愿要谨慎 不要当玩笑 我们地府接天指令 会让违愿者接受成绩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每个法门都是以善去恶 叫你们以善行修掉 你们的恶念恶心 放生 吃素在地府 是记录为善行 杀生害命 事属大恶 你回阳世代本王 书写出来与你师父吧 好好行善呀 小丫头 请师父确认 感恩师父 啊 怪不得 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 许愿吃素后 又违愿 很多人生恶病 我都觉得奇怪 我看到这种病人 我问违愿吃素了吗 他说违愿了 然后癌症复发 死了 2018年 12月11日 来信疑惑 27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